每年在过年的时候 我相信总有人会想 今年我一定要开始 健身减脂 改变自己 总之 就是立一个新年的flag 但是 真正到了让你去行动那一刻 你就会想 外面真的太冷了 明天再去吧 又或者是 反正我之前也努力过了 感觉也没什么用 还是算了吧 总之 就是给自己找各种理由逃避 是不是你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你会觉得 这不就懒吗 但其实我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有动力去运动 但是因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这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才是我们不去做的主要原因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如果今年你想实现自己的身材目标 改变自己 我们具体每天该做些什么 我会根据我的经验 给大家推荐几个 非常简单有效的习惯 以及一套具体到 组数个数的家庭健身计划 因为我相信 越具体的东西 我们就越容易去做 咱们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首先第一个习惯 每天起床测量自己的体重 因为无论你是增肌减脂 男生女生 每天早晨测量体重 都会让你下意识地回想 昨天吃了什么 怎么长这么多 别看这只是一个细小的心理过程 但是根据我个人经验 它会帮助我们养成控制饮食的习惯 是迈向好身材的第一步 第二个习惯 在家整理出一个专门用于健身的角落 因为长时间隔离在家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必须在家健身 所以我买了一副哑铃 可问题就在于 即使我买了哑铃 家里这种舒适的环境 也很容易让我变懒 而不想动 这时我们其实需要一个 激起咱们健身动力的触发点 我的做法是 把哑铃 弹力绳 跳绳 以及干净的健身服放在镜子前 每天照镜子的时候 看到这些东西 我会下意识地想来两组 从而开始运动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通过改变环境 增加我们健身几率的方式 另外一个可以激发我们去健身的点 就是创建一个自己喜欢的健身歌单 很多小伙伴牵持不下来健身 就是因为健身本身 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过程 然而合适的音乐 可以让这个过程 变得没有那么无聊 有时候懒得不想动 就会主动去寻找一些 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 听着听着 也许就来了动力 所以大家可以和我一样 在平时就收集一些 让自己特别嗨的歌 不想运动的时候 点开它们 打打鸡血 当然了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个单 那对于实现新年的身材目标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有一个可以跟随的健身计划 这个计划不一定要多完美 但是一定要稍微具体一些 可以让咱们马上去做 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 所以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套 我自己最近在使用的 四天分化训练计划 也就是把咱们整个身体 按照功能性的不同 分成四个部分 分别进行训练 无论是男生和女生 都可以先参考这个计划来开始 第一天我们做推的动作 这里主要会练到咱们的胸部 肩膀和弓三头肌 首先我会用凳子和哑铃 做一个上斜的推举 这个角度刚好可以刺激到咱们的上胸 家里没有哑铃的小伙伴 也可以像我上个视频说的那样 用曲腿否冲来完成 在做完三组 每组十二次之后 紧接着 我会做一个站姿的肩膀推举 这个动作 要求我们全程 臀部和腹肌收紧 腰不要过度反攻 慢上慢下 全程感受肩膀的发力 接下来刺激整体胸部的动作 我选的是一个地板推举 它相对于平板推举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可以放慢节奏 从而增加难度 因为复合动作 很难单独刺激到咱们的肩膀中枢 所以我们要额外加一个 针对肩膀中枢的动作 而这里我选的 就是非常经典的哑铃测评曲 大家在做的时候 不用选择太大的重量 全程要保持肩膀的紧张 三组每组十五次 而最后一个 我会用佛撑来结束第一天的训练 为了能对胸部有更好的刺激 我们不计数量 而是每组都做到力竭 三组之后 大家就会有明显的酸胀感 第二天咱们做拉的动作 这会刺激到整体的背部 还有攻二头肌 首先我会用弹力绳做面拉 把它放在第一个 不仅可以刺激上背部 同时可以热身到肩胛骨 以及肩绣肌群 为接下来的大重量动作做准备 接着我会用哑铃做单臂俯身划船 很多小伙伴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背部感受没有很好 而是手臂过度发力 那大家可以让身体保持稳定的同时 想象用你的肘部向臀部方向移动 同时可以扭转一点点身体 这样会对背阔肌有更大的刺激 紧接着我会做一个双手哑铃划船 它和上面单臂划船的区别在于 肘部和身体的夹角稍微偏高一些 这样可以刺激到咱们的中背部 也就是类似于模仿一个替瓣划船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用轻一点的哑铃做俯身飞鸟 用来刺激肩膀后竖 因为它也属于拉的动作之一 所以我们放在这里来做 最后我会用负重耸肩来收尾 因为我的上斜方肌比较薄弱 所以每次我都会在顶峰保持0.5秒的收缩 充分感受它的发力 这就是第二天的训练 第三天我们来练腿 首先是负重臀推 和面拉一样 先做臀部动作 可以起到一个激活加热身的作用 动作过程中节奏不要太快 在顶峰保持一秒 充分挤压你的臀部 然后我会做一个高脚背深蹲 加雅铃相铺硬拉的超级组 窄站姿的高脚背深蹲 主要可以刺激到咱们的大腿前侧 也就是骨四头肌 而雅铃相铺硬拉 则会进一步地刺激臀部 以及大腿内侧 因为重量没有很大 我们要保持一个两秒上 两秒下的节奏 全程保持腿部肌肉绷紧 膝盖不要锁死 接下来我们做单腿弓箭步 这里为了能够更好的刺激骨四头肌 我们要让身体时刻垂直于地面 前侧腿的膝盖保持90度左右 在一边做十字之后 换另一边 接下来俯身腿扳举 这里我会选择一个比较轻的重量 甚至是不用重量 重点是感受离心收缩 一秒起三秒下 全程核心收紧 腰不要反攻 你就会感受到大腿后侧的拉长和收缩 我会做三组 每组12次 最后一个动作 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负重体重 找一个垫高的地方 起来的时候用大脚趾发力 顶峰保持一秒 充分感受小腿的收缩 三组每组15次 到了第四天 其实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在做完前三天的推拉腿之后 就可以休息了 而对于稍微有基础的小伙伴 我推荐你选择自己比较薄弱的地方 进行加强 那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肩膀和手臂 首先我会做一个坐姿手臂弯曲 找一个凳子 让身体斜靠在靠背上 这样可以避免借力 从而大大增加难度 在做三组 每组12次之后 将身体完全靠在靠背上 做一个三头哑铃必须伸 这个动作会很好地刺激到咱们的攻三头肌 这里大家注意 如果你的肘部不舒服 可以向外打开一点点 主动感受攻三头肌的收缩 紧接着我们将弹力绳固定在门上 做一个手臂超级组 在保持大臂位置不动的情况下 进行弯曲 感受光二头肌内侧的收缩 15次之后 直接做一个弹力绳下拉 这两个超级组做完 你会明显感觉到手臂的冲鞋 接下来我们做两个肩膀的动作 我会用凳子作为障碍物 做肩膀绕环 这样会大大增加难度 同时也可以很好的 刺激咱们的肩膀前中竖 然后我会用哑铃 做一个W俯身飞鸟 它其实就像是面拉的动作 只不过因为是用哑铃 所以难度稍微大一些 我们可以稍微用一点点爆发力 而最后我会练一个腹肌动作收尾 这里我选的是仰卧抬腿卷腹 质量大于数量 每次做10个左右 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收缩感 这就是咱们最后一天的动作 这套计划基本上每个动作之间 可以休息60秒到90秒 在做完4天之后 休息一天 然后再进行下一轮计划 如果你现在没有训练计划 可以先试一下这套动作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 加减难度 另外一个我推荐大家的 新年养成的习惯 就是用这个习惯记录表 我在控制饮食那期视频里 有给大家推荐过 每次见完身 我都会在上面标记一下 它的意义在于 不管你的动力有多强 我们都会有不想健身的时候 这时候看看以前的记录 你就会想已经坚持那么多次 不能就这么断掉 为了能够持续这个记录 我们往往会战胜自己而去运动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对抗我们懒惰的工具 我强烈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我会把表格链接放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习惯还有训练计划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点个收藏哦 方便反复观看 视频最后我想说 每年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想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 这种动力是非常真实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 然而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份动力分成365小份 每天做一点点 要远远比只做一次要好得多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大家 新年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